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星会网立场无关 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 并非你们肉眼所见这么公平 似乎表面上有充足的选择 但是实际上背后已经精心策划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这个世界 现在等我们同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来到《阴谋背后》第十一集 你好,我是Adam 欢迎来到《阴谋背后》 9点至10点半星会网的《阴谋论》节目 今晚我们的主题来之前 我讨论一下,容许我买一下广告 各位听众看到我们的Facebook 都知道我们将会有一个分享会给大家的 这个分享会我们日内公布的 关于地点、日期和报名的方法 在这段时间,我的网友都跟我说过 Adam,可不可以不休息啊? 我很记得有两个网友说 如果休息了,星期三不知做什么好 其实很多听众都问我同一个问题 Adam,可不可以不休息啊? 以后不休息啊? 两位拍档记不记得吗? 我们在季节休息一定有事发生的 有些特别事故发生 那就要搞个特别事故 很邪的 是啊,因为上次季节休息就有Snowden这件事 今次这件事又有《阴谋论》 又有《阴谋论》发生的 很多网友就问Adam,你会不会因为《阴谋论》再说 《阴谋论》这件事呢 我想要讲一点给大家听 我自己个人觉得 美国其实早几年已经计划了 去攻打这个《阴谋论》的 不是三次什么? 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机会的 其实真的 但是我的资料显示 原来2015年 美国要拿了《阴谋论》 然后去攻打大陆 这个当然未证实的 大家不要太害怕 但是呢 很多的《阴谋论》已经出来了 譬如你《阴谋论》的武器 我想大家听众不知道 知不知道 《阴谋论》的武器 百分之八十 原来在哪里买回来的 知不知道 在俄罗斯买回来的 原来俄罗斯 你也知道 跟中国大陆的友好 挺好的 当如果真的美国出军 去攻打 我们录音的时候 奥巴马就说 有限度的军事行动 我不知道他怎么说 有限度 100支导弹 可能射20支 是不是叫有限度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英国和美国 这一次是很闯缺的 为什么呢 安理会 你也知道 是没有证实过 究竟 这个政府 是否在用 生化武器 是否在用 生化武器 没有人知道的 现在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 就是说 他们当地的政府 用生化武器 但有些说法 就是反政府军 用生化武器 也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 原来美国 是滲入了敘利亚 原来美国人 用生化武器 去杀 这些平民 很多说法 当然 我这一集 不是说 敘利亚 不是说敘利亚 今集 我们就会说 亚洲共济会 但是 我有感而发 想说给大家 美国这群人 都挺PK 真的 不过Adam 你说起生化武器 这件事 我想 一会儿 有一个 应该 就会说到 和这个有关 就可能真正正正 和敘利亚 这个事件 是一个恩由 是吧 这个就说说 亚洲共济会 又说回这个 现在的热话 敘利亚的世界大事 究竟美国 会不会出军 去打敘利亚 英国 先继续 因为卡梅伦 受到国会的压力 要等安利会 查清查楚 才肯出兵 美国就不理了 你等 我不等 我先打了 你看到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 是多么恐怖 是吧 她说她的情报 收集到 是有证据显示 就是说她政府 是用生化武器 但问题就是 安利会 已经说了 我现在派人员 过去查 可能是三至四天的时间 你想想 去做一个国家 去打一个国家 为什么 你三四天都不等呢 是不是真的 那么急 要那么急 去攻打这个国家 它背后有没有阴谋 一定有 听开我们的听众 怎会没有 第一时间 其实我已经收了 很多个信息 问我 Adam 你怎么看这件事 难道真的这么邪 我们季节休息 又有这件事 我说 OK 没问题 我们现在在想 究竟是否没有季节休息 我想和大家说 拉一点点 罪利亚不说 要不然 越拉越远 我想和大家说 在现在 我们宣布 我们以后 会是没有季节休息 哇 看我们两个拍照 很残忍 你看我们的拍档 那个样子 哇 面形扭曲了 我正在扁着嘴 但是 因为你知道 我们十月的中 会有个talk show 我们想要充分的时间 去做一些rehearsal 做一些排练 各样东西 各样东西 所以 我想 在十月之前 有一个星期 我们就没有阴谋背后 一个星期 大家听众 放过我们一个星期 我们可以的 回到这里 我想和大家说 由一刻开始 阴谋背后 是没有season break 对大家来说 一个好消息 我想你们都很喜欢 听我们这个宣布 应该这么说 我们都很开心 有这么多听众支持我们 是啊 真的很多听众支持我们 因为我今天 都收到一个 是由北京去短讯我的人 就是说 这个北京的人 其实不是北京人 是一个香港人 但是他在北京做事 他当然也是一个 机缘巧合 知道我有过这样的节目 他就说 我支持你 你说的一些 陰谋论很好 等等等等 所以 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动力 而且我们觉得 越来越多听众去支持我们 或者我们不会觉得疲累 虽然我们现在录音室 有三个人在这里 但是我会觉得 你们的背后支持我们 是感觉到的 不过听众 没有C Sun Break 不要紧要 一定要多点Like 支持一下我们 批一下Like 没错 又要Like OK 事不宜迟 我乱了很多时间 去讲这件事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宣布 或者这个广告时间 完了 那我们入题了 今晚的主题 就是讲这个 亚洲共济会 亚洲共济会 我想大家都在想 咦 香港的庸人会馆 香港的庸人会馆 亦都是共济会的其中的分支 在香港 在坚尼地道中环 那叫庸人会馆 就不是叫香港共济会 那除了香港以外的话 很多人都会把中国大陆 台湾 甚至乎日本 都会连成一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比较上 多一些事情 而且 影响 对亚洲区来说 算是挺大的 我说一下 背景 原来很早 差不多千多年前 那时候 要去到哈扎尔帝国的时间 原来蒙古人 和苏联 那时候被摧毁了 摧毁了之后 就逃亡 当然这群精英 还带了钱 他们的财富和精英 去了欧洲和大陆 那大陆那群 就一直被人打压 就是逃离了去到日本 那去到日本的时候 那时候 一个叫上将佩利 阿金 好像有些资料 告诉我们 上将佩利和这个 怡和洋行 和这个Ruf Charles 他们来说 原来是在卖军火 是啊 因为这群人 这群精英 带着钱去日本 所以 一千年前的 古老神社里 大家可以看到 大卫之星 没错 那说回巴里 这个是美国的海军将领 这个很出名 巴里 为什么他这么出名 他就逼日本 对外开放经济 他逼日本对外 打开他们的经济之门 之后 Ruf Charles家族 在亚洲怡和集团 派了一个特工去日本 这个特工叫Thomas Brick Gruffer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他的任务很伟大 就要在日本 开发一个武器市场 卖军火 但是他这个鬼主意 被人拆穿了 后期他破产 然后Ruf Charles 不要紧要这个人破产 派过另一个特工过去 这个特工叫Werbeck 他进入日本之后 他成功得到日本人的特权 之后他在日本的发展很好 就是这样 打开了共济会 在日本的门楼 非常解释得清楚 还有一件事 有一个叫Clover的人 刚才我说过 这个军火市场 原来日本 开始内战的时候 你知道日本也有内战 那时候 原来这群人 就怂恿他们 你们的武器 真是一样的 你的战艦 都这么流流的 不如我 卖一些军火给你吧 这件事 就令到 Roccafella 和Ruf Charles 真的 踩到日本 所以大家看到 原来他们 从海军开始做贷款 而贷款的时间 尤其是Ruf Charles 哇 他们真是大咬 原来 咬了日本银行 40%股权 所以 你们看到 东京的三菱银行 也是他们的最大股东 还有一样东西 原来东京三菱银行 如果大家 Google一下 他们的logo 有个眼睛 其实他们最终目的 都是想日本给人殖民 就是殖民化了 没错 其实他第二个Ruf Charles 派过去的特工 他建立了一个 现代化的日本 所以后期 日本的君主体制 改了名为明治时代 没错 对 阿九 你怎么看呢 我们讲一点点日本的背景 为什么这个共济会 可以在日本插旗 待会我会讲多一点 日本的东西 给大家听 你怎么看呢 除了日本以外 好像你有些材料 关于不是日本的东西 都可以说 跟日本有少少关系 也有少少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说 香港的共济会 利是家族 我们要讲清楚一点 名字我们一定不开 这些东西 免得侄免 利是家族 一看电视 整天都很出名 明白 是贩卖鸦片 当然 买完鸦片 当年 因为鸦片战争之前 应该说之后 鸦片战争之后 因为我们开了口岸 买鸦片 是正当生意 有一段时间 他这个家族 真的卖鸦片起家 卖鸦片之后 当然是做正行生意 那买鸦片和共济会 又有何关系呢 当然 有钱了 就自然会入会 招揽了他 入了香港的共济会 其实他是一个分会 入到他 其实这个家族很吃得开 首先他国共的时期 他两边都吃得开 共产党和国民党 两边都吃得开 是一个很懂做生意的商人 到打日本仔的时候 打完了 他又继续 开头一会就说 反日反日 打完之后 又说 不要紧 打完了 应该跟日本收好 所以他跟日本的关系 又很好的 好到去哪 因为他一向人缘好 其实已经在亚洲地区 共济会 已经去到很新居要職 已经做到信托基金的主席 甚至在远东区总监的地位 即是证明在共济会来说 很长远的时间 即是百多年前 其实在香港已经有足跡了 这个家族是六多年的时候 一九六十年代开始 一直建立他的势力 慢慢去到七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日本共济会 其实都已经归落 这个利是家族的管轄下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有些关系 你想想 香港共济会的一个要员 管日本共济会 而他最大的关系 刚才你也提过 原来 Ruth Chow家族 都看得起他 你想想 Ruth Chow已经很厉害了 他竟然在香港开银行的时候 竟然邀请了利是家族的人 出任董事会的副主席 所以很多人都很怀疑 没有理由的 他明明是犹太人 为什么会 Ruth Chow 为什么会找一个不是自己有的 所以说 其实已经很显示到 他这个家族 在Ruth Chow 这个共济会的家族里面 其实已经是多么高层次 是 明白的 这个 我想仔细一点 说回 之前阿金说话 因为我知道阿金也有些料 想和大家分享 但是 我都问过一些 叫做朋友 他都会共济会的会员 原来我发觉到 有一些分会 例如香港分会 即是雍人会館 或者一些小的分会 或者一个Degree 大家清楚 共济会有33个Degree 一边是Scottish 一边就是York 原来 他低Degree 或者一些分会 没有那么重要的话 下面的人 其实基本上 是不知道上面 是有什么理念 在做什么 我再重新一次 其实共济会 我们见到 或者听到的话 就是做一些慈善 或者他们叫做 Brotherhood 的Society 就是说 是当一个所谓的 他们的上流社会的交流 去做一些Gathering 去做一些慈善的东西 但是当然 在我们的节目来说 都有讲了很多 关于阴谋论的东西 其实我想说回 不谋而合地 最早记载的共济会 在亚洲区的会员 亦都是一名海军的中尉 都是一些海军的人员 他没有一个中文译名 但是有一个英文的译音 叫Shang Hing Yong 我都听过 好像真的 他是1889年 在广州加入 南中国星会社 亦都是一个共济会的分支 可以这么说 没错 我现在两位拍档 都是讲60年代的东西 对的 在美国的共济会 他们都有很多的分会 但是他们不放那么多的资源 在现在 不放那么多资源 在香港的共济会身上 反而反过来 在这十年八年 在日本的共济会 他们的发展是非常之快 而我们的消息 或者我们的资料显示 原来共济会 是想打造日本 成为共济会的 亚洲的一个心臟 你们有没有听过 两位 这个有听过 他是想打造东京 其实 没错 他们刚刚成立 在日本共济会的时候 已经是看中了 东京这个地方 希望他成为 亚洲的一个金融的基地 没错 刚才我说了一件事 就是一个银行 他们这么大咬 拿了40% 一个东京三菱银行 原来看资料 东京的三菱银行 现在就叫做三菱东京 UFJ银行 他们的标志 刚才说过一只眼 在基辛格的时代 原来美国已经是接触 他们的首相 叫小泉 当然不是小泉 顺一郎 他的首相的小泉 和一个财政大臣 叫做足中平壮 原来开始去收银行 令到日本属于一个弟弟 这个资料显示 原来他们 是签了一个 叫做同意书 这个同意书 这个比较有趣 就是说 他们要日本 去供给美国 一些车 收音机 和电视 供给他们超过60年 只不过是5Tillion 原来实际的数字 是基本上去到35Tillion 我可以很肯定 告诉你 美国那边 已经是 差不多是可以控制 日本的经济体系 你们怎么看啊金马九 绝对是的 因为不要说你提到那一位 我说一位 溝山家族 溝山家族 其实在二次大战之后 他是将经济起飞了 将日本的经济起飞了 因为他在1951年 他加入了共济会 那时候他仍是Degree One 后来他被誉为 日本最重要的首相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他出任了很多届 由52届至54届 都是他做首相 和内阁总理大臣 他将日本整个时代都复兴了 要说一下溝山家族 原来溝山家族的父亲 即溝山一郎的父亲 他是耶鲁大学的留学生 是的 那溝山一郎和溝山游己夫的关系有什么呢 是家族性质的关系 没错 这个溝山 我们都可以迟些分享给大家 那是耶鲁大学的留学生 又与神秘组织有渊源 这个绝对耶鲁 是不是 我们那次在讲这个 骷髅会 就知道究竟耶鲁和骷髅会的关系 是不是 我们一直在讲古代的日本 我讲近一点 80年代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印象呢 其实上网也找到 有一宗轟动的凶烂 发生在1985年 1985年8月 有一架日本的内陆机 就墜毁了 这架是JAL123号 当时就墜落了一个山谷 当时500多人 连同机组人员 当中有四个人生还 为什么要讲这架飞机身事 我又想问 原来根据日本秘密警察 有些资料透露出来 当时布殊政府 命令美军用导弹 去击落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 为什么呢 就要逼日本签一个 叫广场协定 那最后呢 其实日本在1985年9月之后 日元突然之间增值 为什么日元突然之间增值 就是签了这个协定 嗯 OK 所以大家会清楚一件事 就是说 由他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他想打造 他的事 当然是共济会 想打造 在日本 是做一个 所谓比较上 是稀测一点的 一个心臟地带 所以你看到 就是之前 我们的资料显示 就是日本 反而不是说 那么多的一些动作 但是呢 在十年八年里面 我们觉得呢 真的有很多的 证据 告诉我们 原来日本呢 是真的 他的发展 就是共济会的发展 是很厉害的 然后我第二节 也会说 为什么呢 他们呢 在这个东京 去到这个 北海道 其他大的城市 都有一些 很漂亮很漂亮的 共济会的中心 是真的很漂亮 美得很紧要 我想呢 我会 post 在我们的forum 有人呢 是真的 入了去日本的 共济会的 东京的会社里 去拍摄了一段 他们里面的情况 我看完之后呢 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漂亮的 做得 你都看过 我都看过了 真的很漂亮 我记得是蓝色的那些光 即是他的蓝色的底的那些光 他的墙都是蓝色的那样 那当然呢 有他们的 石像标志 也都有共济会的标志 我在美术那集就说了 为什么用蓝色 是的 没错了 那这里就真的不多说了 不如Adam 我和听众 简单说一说 广场协议是什么 好啊 其实广场协议呢 就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五个工业开发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的行长签订的一些条约来的 其实他们这一堆人就约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那里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议 之后就签了这个条约 之后签了这个条约 目的是什么呢 要联合国可以干预外币市场 令到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性的下调 那就解决美国当年巨额债务和赤字的问题 不用听我们的阴谋论都知道 明眼人都看到 其实日本也是跟着美国赚钱的 在经济上、政治上 如果不是的话 他都不会放那么多 比如沖繩、基地 他不会给美国赚钱 所以你看到 其实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千丝万历的关系 会去到哪里 但是日本人都知道 他们崇尚是什么呢 他喜欢一样东西 他们就会一直很热冲 很热诚对着这个东西 例如什么 等于以前的麻原章坊 奥姆真理教 他们崇尚一个宗教 他们热诚到 可以连一条命 连他的家都会不要 所以可能这件事 正正利用他们这个民族的特性 所以他们是放了很多资源 我看到这几年 共识会真的放了很多资源 在日本去创造 或者去打造一个所谓的亚洲心臟 令到他们可以分支 可以控制亚洲一些举动 其实他们可以你见到 击落一架民航客机 去做到签订一个条约 其实为什么那些人当年这样说 亦都相信 就是因为那架民航客机爆炸的下面 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 就是美国驻日的空军基地 嗯 没错 那就是可以自己就装备了 是的 就是自己做一场戏出来 目的其实主要都是帮回自己 你猜他真的想东京好吗 当然了 一向日本都是为他马首是尖的 嗯 这一节我们要讲日本的背景 但回来之后 我会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除了日本以外 哇 台湾和香港的背景 为什么呢 我们有很多资料想告诉你 共济会 怎样关孙中山事呢 共济会 怎样关香港的大家族事呢 而他们有什么理念去搞亚洲呢 那 我们回来之后呢 再和大家慢慢去谈过 他们在艺能界 他们在卡通 他们一些媒体呢 怎样受到很大的影响 OK 我们回来再和大家谈过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这个世界 现在 让我们和大家去揭露 阴谋背后 好 大家好 又回来第二节了 第一节呢 我们有提及过日本的 很多一些陰谋论 其实在这个国家里出现的 我们说之前呢 或者我补充一点点 刚才我不是说呢 共济会呢 在这十几年呢 其实想打造东京呢 是一个的 亚洲的共济会的心臟 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资料 可以告诉大家 很多的地方 原来呢 他们建了很多的 一些的 叫做Masonic Center 那是什么呢 日本呢 其实有十几个 最出名的当然 一定是叫做东京 这个叫做Tokyo Masonic Center 真是 真是叫做Grand Launch 它叫做Tokyo Masonic Launch 这样呢 之后呢 就有神户啦 名古屋啦 福岡啦 京都啦 还有沖繩啊 那样 那么多个地方呢 其实呢 大家看到呢 他们共济会呢 刚才我说过 在YouTube上呢 都有一些的 影片呢 可以告诉大家 哇 他们呢 装修到呢 真是美轮美换的 他们的 Sonic Launch 在东京那个呢 哇 他们有议会的 原来每个月的 在头一个星期四呢 他们七点钟呢 都有一些的 很准时的 每个星期的 一个会议的 那当然啦 会议的情况 说些什么 我们大家当然不知道啦 那这个呢 就是 告诉大家 究竟原来 东京呢 有很多 一些 他们的 Masonic Center 在那 我想我第三节呢 才慢慢和大家说 为什么在日本 呢 共济会呢 会影响那么大 怎样影响他们的日本人呢 怎样影响他们的政府呢 怎样影响他们的艺能界呢 这件事呢 才是最夸张的 阿狗 你好像有一些东西呢 是关于 哇 厲害了 阿狗这次 有很多一些 的台湾料啊 叫做 Chinese Freemason 叫做 叫做 熊门 是吧 那要慢慢给阿狗 去说回给大家听呢 原来我们中国的共济会 和台湾呢 哇 这个历史更加长远 阿狗 我交给你了 是啊 如果要数 我们是中国人 当然要说一下 在中国的共济会的发展历史 没错 但刚才第一节的时候 我都说过了 其实呢 是和中国活动的记录 原来可以追溯到1759年 的东印度公司那家卡尔王之号 Prince Karl 来到这个中国去广东 都知道了 东印度公司当然是 埋芽片 绝对了 这个不用说了 至呢 去到清朝的乾隆32年 即是1767年的时候 哇 真是乾隆这么远 真是呀 真是呀 咸豐年线 即是清朝的 清朝的 共济会已经在广州 就已经开了一个分会 英格兰的总会 就在这个广州 就做了一个407号的分会 但是当时呢 其实呢 都是以外国人为主 就是呢 中国人就不会入这个会 那刚才说的鸦片 那原来呢 1773年呢 那些英国的商人 就开始 这次呢 由这个 印度呢 就直接呢 就把这些鸦片呢 就运来广州了 直到1780年的时候 基本上呢 东印度公司呢 已经呢 就是包揽了所有的鸦片的贸易 嗯 而十年之后呢 中国的鸦片进口量 已经由呢 1770年 即是开头 不久的时候 1000箱而已 突然间 去到20年之后 即1790年代的时候呢 已经去到4500箱 我斩一斩你歌病先啦 那现在听你这么说的话呢 其实会不会呢 共济会又看到这件事 那用鸦片这个商品呢 去打入我们这个大陆的市场呢 如果听你这么说 没错啦 所以之后就发生了这个鸦片战争 非常出名 1842年的鸦片战争 令到满清 大家都很熟啦 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出去呢 就是鸦片战争 正确正确 没错啦 那就令到那些鸦片的贸易 从此就合法了啦 而且又很直接 又很猖獗 而且我刚才也有说过 那个利氏家族 又是这个时候就开始发殖了 因为他们正当地 经营鸦片的买买生意 那说到他们呢 鸦片战争之后 那当然是很活躍啦 那他们就会大量 湧入这些外国的商人 那当然就不单单在广州 那些分会啦 那他们遍布呢 就直接有 譬如上海啊 凌波啊 天津啊 青岛啊 南京 北京 哈尔滨啊 都有 即是已经遍地开花了 但是当时呢 都仍然呢 都仍然呢 都仍是呢 以外籍人士为主 即是不侵你们呢 即是中国人玩的 嗯 ok 到1849年的时候呢 他们呢 就在上海呢 建立了一个叫 中国北方会所了 在南京路上面呢 就建了第一座的共济会的建筑物 有自己的建筑物了 然后呢 到1949年的时候呢 菲律宾那边的总会 都是共济会来的 就在上海那里呢 也都建了一个建筑物 那现在呢 就已经是上海的中华医学会的板工大楼 嗯嗯嗯 因为以前我都听过这件事 或者我都说过的 我记得 是啊 但是呢 就不知为什么呢 这种东西呢 应该是很远远的历史 但是呢 其实就 上海的老建筑的书籍呢 是 就不会怎么样报道 是 跟着呢 就因为有一些 一路下来啦 大家都知道 中国呢 政局开始不稳定 所以呢 你在讲什么 哪个时间呢 1951年 1951年 即是文革之后 是的 没错了 那时候呢 因为政局不稳定 共济会呢 曾经是试过 是停会的 是 最后呢 就走了去哪呢 就走了去台湾 到1954年 才走了去台湾 那里 就復会 就重新就 就开始运了 但是呢 他们去到台湾的时候呢 作风就变得很低调 即是他们已经 不会说 很张扬 而且他们很少 会公开对外 一些这样的场合 而那时候呢 其实呢 原来掌经国 都曾经出任过 这个台湾的共济会 其实台湾那边 叫他们做美生会 因为用了个音音名 Mason 没错 的会长 有些呢 可能因为他受过德国的教育 以及他有些军事上的训练 的生涯 令到他呢 入过会 嗯 还成为会长 嗯 讲到中国的共济会呢 一定不能够不看 一个叫洪门的组织 嗯 刚才你刚刚开头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是呀 全文呢 洪门这个组织呢 是一个其实在海外的组织来的 嗯 还曾经呢 资助过孙中山先生 发动的 辛亥革命 阿九啊 你说起洪门呢 黄花江七十二烈士的 纪念碑 其实都充满着共济会的色彩 因为它的主碑呢 是用了方尖碑的形式去设计 那上面也都有金字塔再加呢 那个全市之眼 也都是一看就知道 美金后面的那个标志 阿金啊 你说的一些符号呢 那我真的要讲一下了 其实洪门的标志呢 都令人很匪夷所思的 因为呢 他就正正呢 是用了共济会呢 整天都用的 圆规和角赤 中间还有一个G字 那个符号呢 那个标志呢 你做他们那个标志 嗯 还有他叫自己做Chinese的freemason 嗯 是啊 没错 因为其实我想大家清楚 唐人家 尤其是他们呢 共济会的话 就不是说什么什么freemason 就是说Chinese freemason 是不是 没错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洪门的熊子呢 跟共济会都很有关 这件事就比较有趣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原来呢 这个熊子其实呢 拆开呢 可以看作三点水 加一个共字嘛 嗯 你想想一下 共济会当然有个共字 是 但一个祭字呢 都刚好得那么巧 有三点水 是 所以你说他们是否很有渊源呢 非常之添 不用说了 嗯 还有呢 为什么呢 咦 好像和共济会这么有关呢 原来话说 这个洪门 怎样开始的呢 就是说 共济会随着那些英国人 传了进来之后呢 但是呢 就发现咦 什么中国人信佛 信道的 那糟了 他们的背景呢 即宗教上呢 好像是基督教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跟我们中国的宗教呢 好像不是那么match 找不到位置 那怎样呢 但是又发现呢 当时那些人民呢 就对清朝的统治呢 就很不满的 是 他们就整天都想想着 怎样样 以前那个明朝 嗯 所以呢 他们就想了 咦 不如呢 就找郑成功那些后人呢 就改成熊 更作为呢 中国共济会的代表 哇 这个真是 远远流长的历史 是啊 好像讲故事 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想那些听众 都会有兴趣 是很有兴趣知道 究竟 就是关于我们 中国也好 究竟共济会是怎样来的呢 是不是 是啊 他找了个后裔 改姓熊 大家有没有想到 姓熊的 又很出名的历史 嗯 又跟这个基督教 拜下上帝那些有关的 想不想到呢 整天都看什么 天地会的反清复明 是不是 看武俠小说 没错 其实就是 原来就是 洪秀传 就是他们的代表 嗯 他就在中国那里 成立了一个中式的基督教 叫做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 是的 他又不是叫自己做基督教 叫拜上帝会 是 还要反清复明 天下太平 作为这个口号 分别就做了这个太平天国 就是很正面 就是很表面 就是已经打正旗号 就要反清复明 但其实暗马帝 在暗 就是设立了洪门 那其实来说 洪门和这个共济会 就是绝对肯定有关系 刚才你说完之后 是吧 但是呢 我想浪费一点点说 喂 我以前呢 在其他网台 都说过一些ASM的东西 Andrew Saxon Mission 这个东西 这个呢 哇 就是经典到爆 因为我刚刚接触一些听众 那时候呢 我都说过一些ASM的东西 阿金是不是有点补充 这个呢 当然交回给阿狗说 因为跟中国是很有关系的 非常之有关系的 什么叫Angelo Saxon呢 这个呢 其实呢 刚才阿金都说得对了 就是跟中国是非常非常之大关系的 而且呢 那个重点呢 就是在化母那里 那所以 为什么呢 一开始我就说了 阿狗就会说一些东西 跟敘利亚的事件 其实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 为什么呢 第一节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有些听众就说 哇 大哥 你今集说亚洲共济会 都为什么说一说 说一说 敘利亚的呢 大家听众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引词来的 刚才第一部分 我说的东西呢 就完全是有关系的 除了据点以外呢 还有东西的阿狗 是不是呢 是啊 其实呢 你说的那个 Angelo Session的Mission呢 其实主要呢 就是说 共济会 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略 嗯 没错啦 因为以前呢 我说ASM的时候 其他网台说ASM的时候 就是正正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很多人呢 现在呢 说敘利亚这件事 有些所谓的 时事评论员呢 当然他们不想有恐慌 但是呢 在他们的口中 一说出来呢 就说 有深远的影响 我很记得这么说的 早一两天呢 有些新闻的报道 有些新闻的分析员 有些新闻的评论员呢 都有说 如果美国出兵去敘利亚的话呢 有深远的影响 这个呢 就是正正那个时候 我以前说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哨来的 是不是阿狗 是啊 最恐怖的呢 就真的好像跟着剧本走 是 其实这个mission呢 这个文件 就是在2005年呢 在伦敦呢 举行的一个高级共济会 成员的会议 里面的内部文件 正确 是的 其实就是给一些 英国的共济会 的文件 那里面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分 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呢 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就会发生 而且呢 它将会是用 核武和化武的战争来的 而时间表 哎呀 真是最害怕的 它说呢 在2012至2014年 哇 现在我们已经很快了 是啊 没错 其实在进行中 是啊 我刚才说是2015年 但是呢 我的感觉呢 比我了 因为其实呢 大家都可以搜 用Google 就是搜ASM Angelo Saxon Mission 这件事 我之前 两年前 那时候说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人呢 都是在挑战着我 哇 在你这样说的话 会不会真的有少少的 就是哗众取重了啊 那样 但是我发觉 就像刚才阿九那样说的 就是我发觉 现在的史实 就是不是事实 是史实 就是历史的事实 是真的可以告诉我 是跟着我们现在看的 ASM的流程 那样走的 阿金 是啊 绝对是 其实呢 这个Mission 是一个延伸来的 它是在美国旧金山 在1995年 开了一个会的延伸来的 是 那我又站一站 搞一站 交给你 那为什么我要讲 这个会呢 原来呢 在这个会里面 就有一个主题出来 就是呢 这个世界人口过剩 我们经常都讲这个问题 是 怎样过剩呢 原来那帮精英 这样看的 是 20%是精英 80%都是一些垃圾人口 是 就是用垃圾来形容 没错 那这个2080%的理论呢 提出了呢 这个世界只有20%的人 就是五分一的人呢 是真真正正努力 积极地参与生活 赚钱和消费 而其如果五分之四的人口呢 是不能够创造任何价值的垃圾人口 那而这一帮人呢 就集中了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 也都会引来一个巨大的麻烦 精警之处到了 製造一个安全问题 而这些国家呢 就正正是指着 中东和非洲的国家 是的 所以呢 我想我以前的集数呢 都有讲过 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是很大可能呢 前哨战呢 是在中东掀起的 而呢 在一个的 军事策略的层面去看的话呢 其实敘利亚呢 这个的港口 其实如果是真的 他们佔据了这个港口的话呢 如果真是万一 美国和这个的中国呢 是正面交锋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军事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但是那帮精英 其实又不是一开始开这个会的时候 就虽然说要灭绝了那80%的人 他呢 就想了两个方案 一个呢 就是用一个 喂奶主义的形式 去养住这80% OK OK 就是由20%的精英去养住他们 那帮精英呢 当然是做主啦 就安排一些消费残渣 给我们那80%的人 那什么是消费残渣 就是那些放纵式的娱乐 其实我们现在享受的那些 什么都要钱的那些 嗯 那第二个方案呢 就是用高科技的手段 包括用化武去消灭这80%的人 嗯 那一定要讲完这个剧本 就是那个ASM 原来跟着 刚才讲了第一步 第二步计划就是 首先它就在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开始 嗯 接着呢 中国就会被挑衅了 就布以核武回应 嗯 接着在简短的核火交火之后 就会有一段很短暂的停火的时间 但是那时候那些人已经很害怕了 对不对 你核武都出卖了 嗯 那就可以跟着下来第三步 嗯 停火期间就会有生化武器秘密投放 而这个目标竟然主要就是针对中国人 其实当年SARS 我都有想过会不会是化武 是啊 它里面有一句就说 中国将发生感冒 你想想 哇感冒啊 之前我们都讲过了 是不是 即将会发生感冒 是的 那些语言 是吧 还有呢 你也知道 譬如我们讲花地马那一集 记不记得 我们也有讲过这件事 但是有些事情 我想大家听众想一想 其实我们这么多集 你们如果未遗忘的话 可以真的联想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讲的一些集数 譬如花地马 甚至是方明卡 或者以前我两年前的ASM 即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些人都觉得 如何联系到 但其实全部都有牵连 但真的全部都有牵连 而且已经发生感冒 这才可恐怖 对啊 所以敘利亚这件事 为什么我刚才 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 你说的是亚洲共济会 为什么会说敘利亚呢 其实就是引致 就是阿狗现在讲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又浪费了 继续讲阿狗 生物战首先就会在中国的东部 开始先的 咦 东部啊 就是广东这些地方 然后慢慢就会扩向西部 最后整个社会就会被瓦解 基础设施就会被严重削弱 之后呢 就跟着礼真 真是全面性的核交火 即是说核子战争 就真是全面触发了 当然就会造成更大面积的破坏 以及更加多的生命涂炭 知情的人就会说 其实这个计划的目标 最终目的 就是我们经常都提到的 就说要灭绝地球上最少50 甚至90%的人口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灭绝人口 其实他触发这个战争的理由 这个知情者说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 是吗 是的 知情者是这样透露 很充分的理由 很充分的理由 做一个引子 去引发这一场大战 所以我很肯定 就是说这么多的所谓的天灾 战争 甚至乎我们现在说的 都是一种灭绝人口的方法 大家都想想 是不是一个人为 还是说真的是一个所谓的种族斗争 国家与国家之间 基本上挑起一条根的 都是美国人 我会觉得 是的 还有呢 他份文件 直接说明 2008年的时候的10月 美国发生过金融崩溃事件 是的 小崩溃 是的 原来不是意外 都是计划发生 为什么呢 他是想将这一场危机 引发到加速全球的财政资源 去集权化 嗯 集中在某一班精英 没错 他弄一个大洗牌 等到财富转移到他们的手上 嗯 没错 那些钱都在他们 而且国家没有钱 那就要听他们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靠金融组织 在那里拿钱 那自然会受控 嗯 但是原来他们这里 整个这样的剧本 最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原来他们就知道 其实呢 地球每11,500年 其实都会有一个 物理性的事件要发生 即是避不了的 物理性的事件 是的 有一个能够摧毁人类文明的大灾难 它毁灭的程度 其实是被核战更甚 但是人们又会问 为什么还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也想问这件事 快点 一来 二来 因为他们想在这个灾后重建的时候 就建立一个叫做新世界 即是一个政府 没错 没错 完全是吻合了 是啊 因为当大家 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即是整个地球都浩劫了 是不是 那些民众就当然会说 哎呀 想请求救援 那当然 就在正义的名义底下 就可以实施戒严 甚至中央集权了 是不是 所有的军事 甚至他们可以挑选 即是刚才我们说的 精选 精英 才能够传活 延续地球的文明 而去迎接 真是之后 会来这个地球 发生的物理性灾难 我常常跟朋友说 一个政府 一种货币 他们就说 没有可能 那么多个国家 在那里 怎会让你这样做 但其实现在 听狗这样说 或者我们自己看资料 都知道 是有可能 和慢慢做 而最恐怖的是什么 他们怎样挑选 哪些人 可以承计地球的文明 原来就是我们经常看的精英 他们的挑选 就会挑选白色的人种 亦就是这个project的mission 希特拉有提过 其实只有一种人 是有资格 这叫阿里安人 所以为什么呢 所以很容易理解到 我们中国人 皮肤有颜色 第一个 就会被针对 黑种人也是一样 没错 其实他是要针对一些有色的人种 他觉得这些全部都要被清除 是的 Caucation那班 即白种人 他们觉得 就是叫做精英 甚至乎一些 比较高等一些的人种 他们觉得 白色也是一个色 哈哈 但是他觉得那种色 可以留下 其余颜色 不可以留下 但是这份文件 其实最主要都是针对中国 那些人又会问 你看Adam也有说 那其他颜色那些又怎样 非洲 或者其他亚裔 不是中国 亚洲裔 亚洲裔 都还有很多人 还有红种人 对 很多种颜色 那些人又怎样 那些已经属于少数 少数 而且他们根本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 都很难 独立地生存到 都一定要跟随这个大佬 就是同一的政府 这份文 我想是主要 中国的体制是有能力去击退他们的 一定有 所以其实呢 就是中国来说 为什么它会 所谓叫做 一个威胁 是的 这么防御自己 甚至乎 为什么呢 好像说经济 美国其实很想人民币去增值 是不是 去升值 为什么中国大陆 是迟迟都不肯 人民币升值呢 其实我想他们 基本上已经看到那个情况 当如果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话 而加上 那个的人民币升值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想 在中国里面的经济师 最重要是央行 其实他们都有个软件 就是尽量是 不会给人民币升值 因为当年 签广场协议之后 日元是升值 跟着日本的经济泡沫爆破了 就跌了 就跌了 那个巨债 就是掩盖了 一定的 因为说回一些财金 你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话 在美国一定要保护自己的 保护自己的要做些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对方升值 对方升值的话 我的债物越来越小 因为你升值了 所以整天逼中国升值 对 逼中国的货币升值 所以前居可鑑 人民币真的不能升值 否则真的掌握就名 到时反过来 就被美国那边控制住了 Adam 刚才你提到人民币 提到钱币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美抄会有共济会标志 或者有人用光明会 因为原来美国的中央银行 称为美国联储 联储局 是的 他在18世纪末 是一个私人性质的中央银行 但是创立人 就用了这个方法 改了这个名字 去掩人耳目 其实真真正正控制的 就是共济会 所以美国的美抄 其实是由这间银行印 而不是由政府去印 所以就会有这个标志在 其实都是的 我想都说回一点点 就是很多时候那些钞票 未必是国家印的 一定是央行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银行去印 所以阿甘的理据是成立的 还有一样挺有趣的 就讲给大家听 讲开银行 原来在现代共济会的支柱 是一个基金 基金的名字叫做路西法基金会 Lucifer 成立于1922年 他坐落的地点挺特别的 在纽约联合广场的666号 是不是很配合Lucifer这个名字 非常之配合 所以基本上 我每一次都有这样讲的 就是说这一班所谓的恶魔集团 我用恶魔集团去讲 背后的理念 其实除了金融 除了经济 政治 我们这一节 我们就会讲军事 他们一定要出兵去敘利亚 其实他们看的不是敘利亚 而是我们的中国大陆 而且回回头 这个基金会 背后哪个支配 又是Wolf Charles Exactly 没错 其实来来去去 走来走去 都是还原基本部 都是那一班精英 去控制住所有的东西 都是那十三个不得拉 走不开的了 我现在很灰 打中国 就快 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国家强劲 抵挡得住 所以为什么共制会 更怕我们就是这样 没错 现在我希望 中国的领导人尋得住气 现在摆明挑衅 现在的剧本就说 中国抵不住警 走去射核弹过人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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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其实有内鬼 所以呢 基本上第二节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千丝万柳ASM 和共制会 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 都有关系 所以我想 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究竟 是不是真的 敘利亚这件事 有这么多的背后阴谋 和一个 这么长远他们的军事计划 第二节的时间 真的差不多了 我第三节回来 再说 日本 和台湾的事情 给大家听 不要走开 我们稍后回来见 充满阴谋和计划的这个世界 现在 让我们和你去揭露 阴谋背后 又回到第三节 第二节 今天阿九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台湾 一些ASM的东西 还有一些东西 阿九二由未尽还要说 哇 在今集里有很多材料 阿九和阿九 小小小的 因为原来台湾的共济会 在一一年的六月的时候 开了一个新会 就纷纷正正的叫自己做鴻门共济会 就是Chinese Freemason 没错 开宗名义 你知不知道他的入会仪式是怎样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 我们传统的共济会 又说要打三下 死三次 又要蒙眼 他们又不是的 他们又很有趣 庄香拜关二哥 穿黑衣 拿着香 又要点头三次 因为当时 鴻门一向都在台湾 都叫做一个地下的组织 因为到了2004年的时候 才几经耕生地争取 才可以证明 转成一个民间的社团 他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虽然说已经是 好像白烈化见光了 但是也引来台湾警方那边 都很紧张 因为突然间有200人 说我现在创梅 站出来 而且他们很有趣 叫自己共济会 已经有趣了 他们沟通 又真是用 Fremation 共济会 沟通特有的暗号手势 来显示他们的地位高低 用他们的左手手指 放在哪一个位置 便会显示他在会里面的地位 例如 他拿着手腕 或者是拿着手肘 甚至乎 甚至乎 把手 或者在后脑后面 又显示得最高层次 他有没有分左手 还是右手 用左手握住人家的右手 都是看手指公的摆放位置 来定他们的高低职位 搞了很久 但是他们已经见光了 他们就说 其实他们一个慈善团体 男男女女都不驱 还有常常会做慈善 探访孤儿园 护老院 以赴若济贫 做创会的目标 刚才我都刚刚说过 做些慈善的事 给人的感觉 没错 那些人又会说 喂 你又用共济会的名字 跟西方世界 常常都说的 freemason 有没有关系的 吊诡就在这里 他说 他们那个 台湾鸿门分支 一个志工堂 的资深会员就说 哦 其实我们没有关系的 只不过 可能前辈觉得 共济会 有同舟共济的意思 都挺好听 那我们就用了 很多人都叫做兄弟会 有时是说的 那实际上有没有关系呢 一定有 那也没有关系 对 是啊 那说起来 鸿门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我刚才也有说过 天地会 武俠小说 六鼎记也有说 其实形容到 是一个很高度组织的 地下秘密的武装组织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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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总陀主 可以法师号令 控制全国天地会的会众 嗯 但是呢 原来呢 实际上呢 这个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蔡小卿教授呢 就真的研究过 究竟鸿门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他就发现 原来第一次呢 出现共济会 这三个字呢 就是在十九世纪的中期 嗯 那太平天国和鸿门天地会呢 就鸿根起义失败之后呢 就有一群的鸿门的干部 就走烂了 就走了去澳洲 那就成立了一个叫做鸿门二卿会 接着一路这样发展下来呢 就配合孙中山先生的起义了 就在一九一二年开始呢 就使用华人共济会 即是现在经常说的 Chinese Freemason 这个字语 嗯 讲开呢 孙中山先生 原来他很厉害的 讲开这个志工堂 其实是海外的鸿门版 即是可能一个分支 原来呢 孙中山先生呢 做过他们的元帅 就是最高的同龄 在一九零四年的时候呢 他就在坦香山的时候呢 就加入了志工堂 而在一九一一年 大家都很熟啦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呢 他就联同了他自己的同盟会 和鸿门呢 就一起联合了 就做了一个叫做酬饗局 酬饗局 酬饗局 就是酬饗 就支援辛亥革命 对外呢 就叫这个联盟 就叫做国民救济局 嗯 在一九零三年的时候 追溯了前一点 就是加入了的时候 孙中山先生呢 就很致力的发展 这个革命 在一九零三年 其实当时呢 这个鸿门呢 其实呢 都可以叫做保皇党的 保皇党 因为当时呢 是的 茂逊变法的 康有为 梁启超 徐琴那些人呢 都是这个志工堂的会员 所以呢 就变成了 他要清除这些保皇党 灌输了一个革命的思想 给这个志工会 嗯 所以呢 去到04年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呢 进行了一个改革 嗯 他的改革呢 什么改革呢 是的 最主要呢 就有四个要点的 嗯 第一呢 就说他要 劃一他的统清 他说总之呢 所有 唐牧 如果是志工唐的话呢 就一定要叫回他们 这个名字 就不可以叫其他名字 是 以正视听 是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的目标了 宗旨就一定要是 以驱除达老 恢復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就为宗旨的 嗯 是不是很反清复命的 真的也是这样 有点革命的 没错 跟着呢 第三呢 就是说呢 他们说 如果跟他们的宗旨是相同的话呢 他们就会当是朋友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呢 他们就会视他为敌人 嗯 嗯 而第四样呢 就是说 所有的 唐口的会友 可能有很多支部的嘛 他说一定呢 就要来他们的总堂那里登记 如果不是呢 就不可能呢 就不可能呢 享受到这个总堂的一切权利 嗯 那就是基本上 我想 如果听你这么说的话 不好意思啊 各位听众 有少少历史课题 这样的 我们这里呢 我想 阿九都 非常详细地 告诉大家 究竟 这个熊门 或者这个Chinese Freemason 以前的运作 或者以前的历史究竟是如何 是的 沿途革命的渊源 没错了 没错了 因为呢 还有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 会说的 但是呢 我们三个都不想去 悶死听众 因为呢 这样说的话 不要说听众 我又开始有少少眼分了 哈哈 上历史课 我有少少眼分 真的 阿金好像有些东西想分享 其实我想回应阿九 对的革命 因为呢 共济会就是利用每一次的革命 那么世界的秩序崩溃呢 他们就可以直着这个机会 我们看回八世纪 除了阿九说的那些 其实欧洲呢 出现了很多革命 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四被推翻 美国都有内战 是的 同一时间美国独立战争 那就是正正共济会用的一个手段 没错 因为其实基本上呢 也都是套回 也都基本上套回 在敘利亚的身上了 就是说不乱的话呢 他们就不会喜欢的 最重要呢 就是搞到乱 国家与国家之家的不和 各样的事情 刚才说到孙中山 大家都知道 其实孙中山先生 来过香港的 是的 读过书 没错 不能够不讲 这个香港的共济会 那当然 大家都很清楚了 一定要讲庸人会馆 但是原来 雍人会馆 不是共济会 在香港的第一个分会 是的 原来 还有分会 没错 它是第二 原来第一个分会 是在1844年的9月 由英国的共济总会 在1844年的9月 授权建立皇家 蘇塞克斯的会所 而以当时的英国共济总会的大师 蘇塞克斯公爵的名字 命名 其实它在1845年 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集会 但是当时因为 在广州上海一直搬 到1952年 就重返了香港 所以现在的雍人会馆 其实已经是第二个 第二个 明白 它在1846年的3月 就获得首权 就在舍兰街 那里设立 基本上 现在这么多的听众 都觉得第一个 叫做香港的共济会分支 叫做雍人会馆 咦 原来不是的 原来是第二个 没错 但是比较出名的是 这个雍人会馆 比较出名 还有它就在1950年的时候 因为之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会馆炸了 就迁址去了 现在的会址 就是坚尼地道1号 没错 其实香港共济会 随属英国总会 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 原来有三个香港的港督 都是共济会的会员 有罗布臣 麦当劳 和北公 都是的 当然 很多香港著名的 可能是法官 或者集团的主席 都是工商界的名流 政界名流 都很多是共济会的会员 不过 雍人会馆的网站 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做会员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也尝试过 但是它一直 你想入会 不是 我尝试过打一会去的 它真的传了所谓的申请表 但是申请表 我们填完之后 填完之后 传过去 其实是没有拍摄的 还有一件事 我想听众也有问过我的 可不可以进去参观 是可以的 因为呢 其实呢 亦都是电话去申请的 就是 它会给你一个时间 给你 然后呢 然后呢 带你行一个tour 那样的 走完之后呢 它做些纪念品 去卖给你的 那样 所以呢 它们就做到 就好像很不秘密 那样 就是很不神秘 那样 但是其实是不是呢 我都刚才说过 就是有一些低的分会 或者一些degree 是比较低一些的话呢 其实真的不知道究竟上面那群人呢 其实是在做什么的 其实现在呢 香港的共济会会员呢 其实都不算多的 嗯 只有千多个 1200个左右 是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呢 大家就不要误会 他是姓李 但是呢 就不是超人 是第二个李氏家族 原来呢 都很显赫的 是吧 讲来听下 要分享一下 李氏 当然不是那个李氏家族 是第二个的李氏家族 不是历长的一个 是第二个 原来这个李氏家族呢 都很厉害的 他其实呢 原本呢 就是做船运业 起家的 那最后呢 就当然是白手兴家 就致富了 那曾经被人 被人誉为 在香港的 洛克菲特家族 就是好像在香港的 Ruth Child 那样的影响力 是很厉害的 而现在呢 已经去到他第五代 的国字杯 哇 厉害了 基本上呢 政界啊 商界啊 銀行啊 所有的地方呢 都已经遍布他们的足跡 而且还是去到那些高位的了 曾经呢 有一个李氏的家族的成员 他的名言呢 就常常都叫人呢 不要跟股票呢 談戀愛啊 嗯 他会害死你 是的 人称是股王 甚至乎是股票之父 股王 OK 是的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商界 甚至乎这个财经界 就当然是很有地位 是的 那当时呢 就是说了都是股王 是的 但是呢 他当然说得出来 就是共济会的会员 但是呢 嗯 嗯 当时他呢 就在这个华智的经纪行 因为呢 都可以说是垄断啦 变成了呢 好像分顶仔分不云 即是共济会自己内部 谈不买烂 嗯 最后的下场呢 就惨了 就是最后呢 就是说 在87年的时候呢 联署就收到情报了 就是查他了 就说呢 咦 联交所的高层呢 涉嫌贪污 嗯 那呢 派谁去查呢 派他自己有 是哦 当时的執行处长呢 共济会会员啦 他们的直接指令 这个首席的调查主任呢 又是共济会会员呢 嗯 就是查这个理事 还有其实呢 是另外还有七个人的 但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他们会查他呢 都说分饼仔分不云 其实就说 就是内控 没错啦 因为当时是华智行 他已经是 就是在香港这里 已经是垄断了的了 就是那些股票买卖 还有他们上市呢 就说他们一定要经过他们 没错 他们就是这个行规 暗马下的行规 就是说 你一定要给我认头 认一些货币 就赚钱 认一些货币 是的 认一些股份 当然 买那个股份 就当然不开心啦 你这样 就是好像抽我水 那样 我估计 就是买出去又可能 没有那么高位 嗯 未必能买到他 心目中的价位 嗯 当然就很多眉言 尤其是在外国来的那些 就更加说 为何我要给你吃这一部分呢 嗯 原本都有谈过 但是谈不够 明白 所以之后呢 就有这个这样 自己人查 自己人甚至乎 就是自己清理門户 这样的情况 嗯 当时呢 正直呢 因为呢 八七年期间 即十月了 嗯 就美股呢 因为这个程式沽盘呢 就同时涌现了 嗯 引发全球的股债 就倒了 没错 就变成了呢 一夜之间呢 跌了四百二十点 嗯 那就是基本上呢 其实我想看回一样东西呢 听你这样说完之后呢 很多时候 不要说只是战争啦 就算是股票呢 其实都是Plan了的 你可不可以吗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吧 是啊 所以那个 他们这个委员会 就是那个理事的主席 就是说我们要停市四天 嗯 因为呢 当时呢 他还是用人手 其中一个呢 争辞就是说 应该电脑化嘛 他人手买盘的嘛 没错 他就坚持要用人手 那就变成了 突然间这么多买卖 其实是沽盘 搞不定 他呢 就要停市 嗯 当然很多人都不服 他说你这样停 其实都不能扭转这个劣势的 这件事很出名 没错 还有 当年很多人呢 都输了很多钱的了 因为呢 下跌的幅度有三分之一 是 那当时的港督呢 就下令了 因为他那时候呢 其实已经是被廉署查的了 嗯 就说要他即刻采取行动 是 所以呢 就在逆年呢 即很快呢 就已经在八八年的时候 就拘捕了他了 但是当时呢 廉署呢 就竟然呢 行使这个权力呢 就公布了他的身份 嗯 嗯 嗯 報清呢 就说 我们呢 就怕有谣言影响 这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嗯 嗯 就怕造成不良影响 嗯 最神奇呢 就是到1990年判的时候呢 这个古王呢 就被判罪名成立 这个一定 就入育了四年 哦 这个一定罪名成立 是的 因为特意做他嘛 是 最神奇的就是 另外那七个人呢 竟然全部都没事 嗯 全部都放过了 就是擺明就是做他 基本上 是啊 就是针对他 那些人很奇怪 因为常常都说 共济会成员一定自己有 幫自己有 是的 一定是放过他 谁不知 每个人都不拘捕 只是拘捕他 嗯 是不帮他 正是不帮他 所以这个是不是 都挺有趣的故事呢 嗯 但是因为这样 他不听话呢 就是说分饼仔分不稳之后呢 嗯 又是惯常做法 令他名誉素地 還要坐牢 就是麻煩了 阿狗呢 这麽詳盡的演繹 大家听众不要介意 可能有点重口味了 或者真的有点沉悶了 因为始终呢 我都说过 就是每一个阴谋论 各样东西 都是基于这个 历史的背景 各样的 所以呢 就我说回少少少 比较上轻松一点的 现在你说中国的东西 我说回日本的东西 为什么呢 我这样说 就是十年八年之内 日本呢 在这个共济会里面 发展得那么成熟 发展得那么快 原来呢 他除了是 建立了很多 TOKYO的Masonic Center 以外的话呢 原来呢 其实他很影响 艺能界呢 以及那些电影 甚至乎一些卡通 大家呢 你看回 譬如一些的电影 即是一些卡通 譬如是 龍珠 咦 动漫界 是的 动漫界 譬如是龍珠 譬如有些游戏 我就不是很看动画的 但是呢 我看完之后呢 都觉得 哇 挺恐怖的 譬如有些新世纪福音战士 或者一些漫画 有些很多眼睛 那很多时候呢 就是为什么 都会去 有些这样的演绎呢 大家都清楚了 美国一定有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很奇怪就是 有些所谓的 所谓的Saintanic 很多人的手指 都在这个漫画上出现 我会在一个forum上 都告诉大家 就是说 究竟这些漫画呢 就是 怎样可以做了一些 秘密信息 那这些呢 真的呢 对其他人来说呢 都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之后呢 就是一些的 所谓的漫画的一些 手指 或者一些意识 一些符号的东西呢 哇 都有时候都挺不安的 还有一样东西呢 其实呢 有些专家 尤其是日本的专家 我上次也有说 三一一地震的 阿金 那其实呢 有一些的 日本的一些作者呢 原来都出了来 就是一些的气象兵器 他们叫做 地震兵器 其实都是说黑的 他们出了一些书呢 原来他们都觉得 三一一的地震呢 是叫做人工地震 而人工地震呢 是用黑来做 就是换句话呢 其实他们本身 日本人 有一些的专家 都深信呢 他们这个地震呢 是不是天然的 其实都是人工的地震 甚至乎呢 日本的教育电视台呢 亦都是报道过呢 共济会在日本的存在 亦都是承认了这一样东西 没错 所以我刚才我说过 一样东西呢 日本人的文化 日本人的文化呢 就是因为他喜欢那样东西呢 他可以扑心扑命去喜欢的 可能因为共济会 正正他看中了他这一样东西呢 所以呢他大力去用一些很多的资源呢 在日本的东京呢 尤其是一路一路这样呢 去建立他们的威信 以及建立他们的网络 令到呢 共济会成为了亚洲 不同的资源之类 那么呢 还有一队版呢 就叫作WarD Order 那我都会在网络搜寻上呢 这队版呢 真的很夸张啊 这队版的演绎呢 就演绎到好像一个 机械人的行发啊 这个行法啊 其实呢 他隐喻到这个 就是我们全世界的人呢 都是做着 一些机械人的事 做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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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些很常常的 一些很黑板的事 那和他有一样东西呢 他有一个Music video 就更加恐怖了 就是取景在東京共濟會的前面 所以你說這對話是不是有問題 當然可能有人覺得他用了借助這個共濟會去出名 但是我看他的影片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他的歌詞也好 或者MTV的演繹 全部都是關於New World Order 因為他的歌曲本身都是叫做World Order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都是奉行一些新世界的概念 所以你看到共濟會在日本的藝能界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當然,因為我最喜歡那套降資連金術師 那套真厲害 其實當中他有很多的概念都是來自共濟會的 是嗎 不過Adam你知不知道 原來這麼多年來 共濟會進入了日本都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但是原來天皇就沒有做過共濟會的會員 其實共濟會一直都很想天皇可以加入他們 但是這麼多年 共濟會都是用一個暗示的方法 但是很多天皇都表示不願意加入 即是等於現在的日皇名人都不是共濟會的會員 反而他的兄弟就會是共濟會的會員 OK 有一次去到1995年的一次訪問 就是訪問共濟會的一個長老 一個大長老叫Richard 他有說過一句說話 其實到了90年代 共濟會都很期待日本的天皇加入 他相信日本天皇加入 其實國民都不會有意義 其實日本人承認或者接受這件事 而且不會抗拒 沒錯 Richard還開了一個條件 如果有一個日本天皇加入共濟會的話 我呢 即是他 Richard 他可以將他大長老 即Grand Master這個名譽 給了這個天皇 奉獻給他 因為大長老其實在共濟會裏面 真是最高的 最高的 最高榮譽的 講到Richard 講回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最早有記載的 共濟會儀式在日本出現的時候 是因為什麼事 跟政治有關 分享一下 原來當年 一百六幾年 有一個荷蘭的商人 即是19世紀真的老遠 即是講共濟會剛剛進駐 有一個荷蘭的商人 就是在橫濱被一班江湖時代 擁護天皇派系的人 暗殺了 是 但這個商人就是共濟會的人 其實他派住去日本 當時共濟會都要起來 反抗 就告訴日本人知道 其實共濟會有勢力 即是我們現在進來你們日本 我們是幫你們的 那他怎樣做這件事呢 那你殺了我的人 那他就在當地搞了一個很大型的葬禮 那所有出席葬禮的人 都穿著共濟會的禮服 圍著那個石像的圍裙 那這一次是有記載的最早期的 在日本的共濟會一個儀式 沒錯 日本是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在這個亞洲區來講 之前有一個網民都問我 其實你可不可以講釣魚島事件 因為其實釣魚島 也都是跟共濟會 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因為呢 因為我們的雜數的問題 和亞洲共濟會這一集 我們都要講回背景給大家聽 所以釣魚島這一集 我想我們都可能會遲一點 都會播出來給大家的 我們都會去講釣魚島這件事 跟共濟會的千絲萬縷關係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看到 原來現在的敘利亞事件 原來為什麼可以撞到亞洲共濟會呢 即日本也好 甚至乎我們的中國大陸也好 因為真的有證據 都不要怕我沉氣 是真的有證據顯示 告訴我們 敘利亞這一件事 如果美國出兵 真的去推翻了它的政府的話 等它有一個這麼有利的據點的話 我想呢 其實ASM 我想我之前講過這個話題的話 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 真的不遠了 好近 真的好近 所以我想大家 會反思一下 可能第二節會比較歷史 或者第三節會講一些事實 所以我會覺得 不要介意 覺得 這麼悶 為什麼 或者歷史都很悶 歷史永遠都是悶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真的好想告訴大家 我們講這麼多的神秘組織的話 都想跟大家分享 究竟亞洲的神秘組織 怎樣可以控制亞洲這個情況 那所以呢 說到最尾 都是一樣東西 有些網友 都跟我講 什麼呢 喂 你現在講了這麼多的 壞事 講到那麼多的陰謀論 或者神秘組織的壞事 喂 有沒有事情抗衡他們 或者有沒有事情 擴免他們 那我在Facebook 都答應了這位網友 就說 我會兩集後 或三集之後 我們會講回 Anomias這個組織 即是這個 Anti-Elluminati 即是反光明會的組織 他們會做些什麼 說些什麼 那這樣 我想其實 最重要這件事 就是真的看回 局勢發展 究竟ASM之前 去做的事情 會不會真的發生呢 真的好像阿狗說的 會不會真的 跟著劇情發展去演繹呢 大家真的要拭目以待 但是我們在說的事情 其實都是這樣說過 每一集都是有連繫的 希望大家都會留意一下 局勢的發展去到哪裡 OK 今集的時間 差不多了 我們再跟大家說 就是 我們會很短很短的時間的話 就會公佈 我們分享會的一些 詳細的情況 密切留意一下 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以及我們的Forum Discuss Group 即是我們的討論區 即是Facebook的討論區 OK 多謝大家收聽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繼續 陰謀背後 謝謝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撚到中心 我們下星期間 開月 我們下星期快樂 我們下星期見